大约在马来西亚区 拜票发生到驱赶事件 就称是国阵的支持者 我要反问的是 国阵后前来到马修强的海报 造土黑跟破坏 试问这是不是明年支持者的流氓行为 尼可汉设为全国行动党副秘书兼 霹雳州的行动党顾问 他是不是应该站出来 告诉支持者 不要每次都耍这种低招 尊重安顺的选民 让安顺能够干净的选举 明年的有党 民党 就是伊斯兰党和公正党的素质 令人不敢恭候 连党选都像流氓般 捣乱打架 更何况是在补选 谁能保证他们什么都做不出 今天早上 我们在巴萨举办 巴萨举行第一场的 这个战车讲究会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们怎么样 他们就是把一个行动党的党员穿着 行动党的旗权等等 阻碍着整个视线 不让人家来听取 来我们的这个拉票的演讲的活动 难道这个就是张晏群 所谓的他们定路来竞选的作风吗 所以 我说 在 在这次的补选 我觉得 行动党 更加感觉害怕 所以 非必使用这种逼皮的手段 来打击 我们国阵候选的 反省强 我希望 我呼吁 我恳求 安顺人 为了安顺 为了安顺 一起来保护 土生土长 安顺的候选人 马修强的一切海报 进行宣传活动